人性是善地恶的呢?大家好,我是薛书客 今天就来清谈一下哲学 今次的主题就是Game Theory 博弈论 试完《Cycle Paths Part 1》我有提过《Stair Hunt Game》 有观众留言就说想听,那我就开一集讲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哲学单元 之前就有几条片讲过心灵哲学 这一系列就会讲人性论 而这条片就是整个人性论的开端 要讲Game Theory,首先就要讲最出名的囚徒困境 有两个犯被警察抓了,但是警察没有出过证据 于是他们将两个犯分开,并各自对两个人说 现在你可以选择认罪或者不认罪 如果你两个都认罪,就每人坐五年 如果你一个认,一个不认,认一个就立刻自由 而不认一个就要坐十年 如果你两个都不认罪,就每人坐半年 首先警察是可以做法官决定刑期 这个一定是死黑警了 其次,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的表 假设两个犯人都是理性的 如果你是A犯人,这个时候你就会衡量 如果B认罪,你认罪的话就坐五年 不认罪的话就坐九年 如果B不认罪,你认罪就不用坐 你不认罪就坐半年 无论B认不认罪都好 你都是选择认罪所得到的利益是最多的 或者所坐的加盟是最少的 而B也有同一样想法 所以结果,必然是两个都认的 现在把选项化成代号先 假设有两个人,分别有甲月两个选项 两个人都不可以沟通 如果B选甲的情况下,甲就是A的最佳选择 在B选月的情况下,甲也是A的最佳选择 同样地,无论A选甲地月,甲也是B的最佳选择 而两个人最佳选择的交集就叫做Nash Equilibrium Nash Equilibrium就是双方都理性的情况下 博弈会出现的结果 在囚图困境这个Game中,Nash Equilibrium就是双方都认罪 但很明显,两个都不认罪才可以拿到最佳的结果 当Nash Equilibrium得不到最佳结果的时候 这个就为囚图困境 理性的选择反而不可以令效益最大 在了解囚图困境和Game Theory作为分析的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析下Stair Hunt Game,猎鹿游戏 森林里有两个猎人,而猎物有两种,鹿和兔 鹿要两个人手猎才可以成功 但一只鹿就卖20元,每人可以分10元 而猎兔一个人就可以了 但猎一日兔只可以卖4元 你可以看画面的表,如果猎人B选择猎鹿 猎人A的最佳选择就是猎鹿 当猎人B选择猎兔的时候 猎人A的最佳选择是猎兔 猎人B都一样,两个人的最佳选择交集就是 两个都猎鹿,或者两个都猎兔 有两个Nash Equilibrium 在这个情况下,你会猎鹿还是猎兔呢? 猎鹿的确可以有最大的收益 但都伴随着风险 如果对方选猎兔,你就一元都没有 猎兔虽然说收益比较少 但收益是代代平安的 无论对方怎样选,你猎兔都一定有收益 Stair Hunt Game就是指两个Nash Equilibrium 而其中一个是可以得到最佳的结果 猎鹿除了代表贪心想要多些收益之外 也代表你选择的时候 是相信对方都会猎鹿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基于合作 而合作是基于信任 如果一开始人就会信人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人之性恶呢? 如果人天生就是会自私自利 那我们很难会相信其他人的 如果人性本恶,合作就无可能达成 又怎样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呢? 我们既然想想其他人 而对方只是履行承诺,成功合作 就代表人天生是有善念的 曾经有个实验就是以囚图困境为基础 这个实验就接受不同人 去设计一些策略去玩囚图困境游戏 每个策略都会对上全部其他策略和自己 每次竞赛会互相在囚图困境对局100次 在竞赛之中,如果双方都合作 双方就得到3分 如果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 背叛方会得到5分 而合作那边就是0分 如果双方都背叛,就双方只得1分 在每个策略和所有对手对局100次之后 得分最高的就是叫TFT,以牙还牙的策略 TFT和每个策略对局的时候 都会在第一次对局合作 而之后的每一次都会模仿对手上一次的选择 假设对手在上一局背叛 TFT就会在下局背叛 反之亦然 实验者在得高分的策略里面 总结出两个得高分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善良策略 Nice Strategy 善良策略就是不会第一个背叛 TFT明显就是善良策略 因为除非对方先背叛 如果不是,自己是不会先背叛对方的 而高分的第二个策略就是原谅策略 Forgiving Strategy 即使对方背叛过 但只要改过不再背叛 自己都会再合作 而不是记住一直背叛对方 TFT就很明显是forgiving 只要对方合作 TFT是不会理对方之前有没有背叛 他下一次就会合作 其实论文还有提及其他策略 例如一直合作 一旦对方背叛一次 自己就一直背叛 又或者以牙还牙为基础 打定概率突然背叛赚一次的利益 还有以牙还以牙 即是对方连续背叛两次他才会背叛对方 对方偶然背叛一次是不会有反应的 但这些成绩都不及TFT 作者只不过是提过一提 那这个实验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和之前分析的矛盾 在一开始的囚图困境之中 我们认为理性的决定是背叛 但为什么在这个竞赛里面 反而是善良和原谅会赢呢 这个矛盾的结果就是源于实验和理论分析的分别 我们分析的只是一次对局 而实验对局的是100次 我们刚才探讨的囚图困境和猎鹿游戏都是一次的对局 但我们在真实世界的对局是不止一次的 就好像你和对方猎鹿都不是今天一次的事 而是一直以来长期发生的对局 在一次的对局里面 理性会选择背叛 但在长期的对局里面 善良和原谅才是得分的上策 其实现实世界会更复杂 因为当你背叛人的时候 对方其实都会把你背叛人的事告诉其他人 其他人一开始就背叛你的几率就会提高了 现在我们知道长期而言善良和原谅会在囚图困境有利 但有和性善性恶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假设在原始社会里面 所有合作与否的情况 都是囚图困境或者猎鹿游戏 再假设现在有两群人 一群性善一群性恶 他们在原始社会里面就像刚才的实验一样 不停和其他人在玩这个囚图困境的对局 而根据刚才的实验 我们知道善良和原谅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 在更多资源的情况下 他们就有更好的生活 而根据太弱流强的原则 善良和原谅的人就会留下 而没有这两个特质的人就会被淘汰 那哪些人会有善良和原谅的特质呢 性善还是性恶呢 无疑得到更多资源的将会是性善的人 性恶的人会因为在囚图困境中失利而被淘汰 简而言之 就是根据进化论的物境天责 可以流传下来的人都是性善的 因为性善会更加有利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 流传到现在的人都是一群性善的人 其实这篇论文的作者一开始也提过Hobbs Hobbs就提出个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 即是想像在政府出现之前人类的生活 Hobbs就是假设了人之性恶 所以他认为在政府出现之前的社会是万人战争 War all against all 人即使不在战斗 都是在准备随时战斗的状态 但是囚图实验似乎否定了人性本恶的看法 一直背叛是替造不了合作 也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既然Hobbs的前撤有误 那万人战争就未必是自然状态的情况 John Locke就提出另一个自然状态的情况 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人是会通力合作的 Lock的自然状态似乎更符合我们在实验得出的结论 那大家认为在无政府的状态下 又不会是冲突亦或合作呢? 让我们再回到人性论吧 我们似乎得出一个结论人性是善的 但反论者依然有机会反驳对先的说法 他们可以说善良和原谅是得到利益的原则 但不代表人是性善 而是人性有善 实验并否定不到人性有恶 他们可以主张人性里面有善亦有恶 善的部分就像实验一样帮你争取长期的利益 而恶的部分就是短期的利益 例如合作一致的对象 这种中庸中间派的看法是非常有市场的 不用去到极端 似乎大家都觉得比较合理 但在先诚时期 曼子提出性善论 曼子何说一直传承到宋代的情好情义 再后来的朱熙六九冤王阳明 更加直到现在当代新瑜伽 都是与曼子性善是物不可分的 情好情义甚至提出过性无不善 到底性善论重点可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呢? 其实曼子的性善论 则重点并不是在善 而是在性 但这个我们就下一次再探讨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是书客 逢星期一五晚上九点出片 可观欲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